台北市民女子她日前提告一名男子恐嚇還有姓騷 不過她卻指控市林分局把給要兩個人的通知書給寄版了 可以看到上頭有像是身分證號地址等等的資料 等於說現在這個姓騷被告她完全掌握了女子的個子 今年8月當時女子在IG收到恐嚇跟信搜的訊息 她新生為舉報警提告認為警方卻是越幫越忙 承辦員警10月初製作通知書卻裝錯了信封袋 導致她個資外洩 而後續警方告知已經和對方拿回文件 但處理的方法讓她難以接受 警員就說她有去檢查她手機應該是沒有這個狀況 我就說可是可以用手寫的啊 就是她可以用很多方式去傳達到其他的媒體上面 本分局承辦員警立即前往記錯處所 予以更正並補救 本分局也向被害人說明加強安全回顧情形 承辦員警予以行政易處外 並與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將依刑法過失限密罪盤送偵辦 順分局指出將調查一除 將承辦員警即申誡兩次 但既過也無法挽回過錯 一個不熟性的行為卻讓她活在恐懼之中 隨時擔心對方找上門 體驗新聞環境我加曼台有報導 成功的手 成功三次